我选金色的鱼狗 我的主人一定非常有钱 我选一色的鱼狗 我的主人肯定也很富有 那我就选这个普通的鱼狗 希望我也能有一个好主人 美人鱼上钩了 我拉 我选中了最漂亮的美人鱼小辈 我选中了唯一的男生美人鱼 我的小雪美人鱼看起来也不错 小美人鱼们快跟我们回家吧 好 让我看看小美人鱼们生活得怎么样了 召唤魔法 公主殿下你召唤我们回来是有什么事吗 小美人鱼们 你们这些天生活得怎么样了 小雪你先说 我生活得可好了 你们看 小雪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鱼糕 好漂亮啊 我很喜欢 小雪我来给你换水了 小雪我来给你喂东西吃了 今天太阳不错 小雪我来带你睡睡太阳 王皇阿姨把我照顾得可好了 我超级喜欢王皇阿姨 小辈大宝你们呢 我们一点都不合 听说美人鱼的眼泪可以变成珍珠 小辈 你看哭一下给我看看吧 好吧 哇塞 竟然真的是珍珠 小辈快继续哭 可是我肚子好饿哭不出来 哼哭不出来你就没有东西吃 快点给我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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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么多珍珠我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了 艾莎为了得到更多的捐助 一直让我哭 还不给我吃东西 她真是太坏了 我的黑暗魔王主人也很过分 快来看美人鱼表演了 大宝快给大家唱首歌 糟糕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天空真的好大 彩色梦想我的家 小小丫头烦恼不怕 彩色翅膀带我出发 黑暗魔王每天都让我表演 节目之前 每天唱歌 我的嗓子都坏掉了 美人鱼公主 我们不要回到他们的身边了 艾莎和黑暗魔王真是太坏了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们的 人鱼魔法 我们就变成人鱼了 你们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以后你们就变成人鱼 给我哭珍珠 给我唱歌吧 什么 美人鱼公主 你不能这么做 你这样做 小朋友们都晕大零分的 是吗 那我就来问问小朋友们 看我做的对不对吧 如果大家觉得我做的对 就发送嘻嘻嘻嘻 如果觉得我做的不对 就发送二二 大家快发送二二 这样美人鱼公主 就会把我们送回同国王国了 你们都给我变鸟 这是什么 你们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变各种各样的鸟 你们都变成鸟了 我溜 黑暗魔王你回来 叶金老师可救救我们 黑暗魔王要把我们都变成鸟 你们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老师你怎么也变成了这样 快点都给我变鸟 大家快跑 为什么叶金老师也变成了这样 要把我们变成那个摇头的鸟 好奇怪 我们头上的摇头鸟怎么不见了 刚才还在的 小姐姐姐 我不要变鸟 大宝 别怕 我们去找找其他人帮忙 好 黑暗 你头上怎么也有摇头鸟 你们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我们快走 爸爸妈妈 你们也 你们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小学 我们快走 他们要把我们变成鸟啊 看来 我们只能找小精灵帮忙了 小精灵 大家都好奇怪 所有人都要把我们变成鸟 你们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不好 小精灵也变了 还愣着干嘛 快跑啊 怎么办 童话王国的人 好像都变成鸟了 我们还能找谁帮忙 我也不知道 找黑暗魔王 你没搞错吧 小学 就是黑暗魔王又把我们变成鸟 你还要去找他 可是你们发现了吗 只有黑暗魔王头上的摇头鸟 是彩色的 其他人的都是只有一个颜色 你的意思是 黑暗魔王可能是摇头鸟的大boss 对 所以我们要去找他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出发吧 你们跑不了的 是黑暗魔王 你们居然不跑了 奇了怪了 黑暗魔王 会把大家都变回来 你们在说什么呢 黑暗魔王 你就别装了 赶紧把大家变回来 我没装啊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你让大家都变成了鸟 还问我们怎么了 我才没有 这是最近同伙王国流行的暗号 你们连暗号都堆不上来 我还没消化你们土呢 什么 原来是暗号 对呀 你们完全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好模型 不行 我忍不住了 你们来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个暗号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宝吃锤子 小宝吃仙人掌 小宝吃石头 小雪喝醋 什么 大家快吃吧 老师 你给我个锤子 这怎么吃啊 对呀 我都还是仙人掌 仙人掌那么多的鸟 我不要 我也不要 小雪 那你呢 我 我还是尝一尝吧 喵喵喵 哇塞 是可乐 好好喝 什么 怎么可能 我来尝一尝 喵喵喵喵 哎 真的是可乐 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雪加一分 其他人不加分 正是因为 大宝的锤子 是巧克力做的 小妹的仙人掌 是软糖 小贝的石头 是咖啡味的饼干 哇 怎么会这样啊 我的锤子 竟然是巧克力 我最喜欢吃巧克力了 早知道我就吃了 老师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吃真的这些东西呢 第二局比赛开始 大家可以来转转盘了 上次都没有吃到巧克力 也没有夺分 这次我要先来 老师 我先来 我转 哇塞 竟然是棉花糖 大宝 你的阴气也太好了吧 竟然一下子就转到了棉花糖 还不吃起奇怪怪的东西 喵喵喵喵 啊 好了好了 辣死我了 嘿嘿 怎么会这么辣啊 大宝 加一分 奇怪 棉花糖不应该是甜的吗 怎么会辣呢 大宝赚到的是爆辣棉花糖 忘了告诉大家了 这次转盘上的食物是怪为食物 眼见可不一定为食哦 我就不屑了 这次我先来 我倒要看看能有多奇怪 我转 耶 是我最爱的小鸡顿蘑菇 小贝姐姐你小心一点 我总觉得怪怪的 这有什么的 我要开吃了 啊 什么 小鸡顿蘑菇里的小鸡 竟然是活的 老师 这让我怎么吃啊 哎呀 这次搞错了 小贝 你要不要重新再来转一次 我不要 老师我放弃 还是你们玩吧 好吧 小贝不得分 小型 这剩下咱们俩了 你先去吧 熊妹 还是你先去吧 我已经有一分了 那好吧 我这 还好只是臭豆腐 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臭就臭一点吧 喵喵喵 好酸好酸 我的鸭都要酸掉了 熊妹 臭豆腐怎么会是酸的呢 我也不知道 可是真的好酸呀 哈哈 熊妹 你吃的臭豆腐里边 放了柠檬汁 这是臭豆腐升级版 柠檬臭豆腐 熊妹加一分 小雪 现在就剩下你了 快来转吧 哎呀 小贝姐姐大饱熊妹 都没有转到什么好吃的食物 我也好担心呀 小雪 你不转怎么知道 会是什么食物呢 那好吧 我这 是猕猴桃汁 这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喵喵喵喵 喵喵 呸呸呸 好酷啊 老师 这根本不是猕猴桃汁 这到底是什么 小雪 这当然不是猕猴桃汁了 只是使用了猕猴桃果汁的饮料瓶 看来我也没能逃过怪味食物 小朋友们 你们想和我们一起玩吗 想的话 快发送依依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我喜欢蓝色朋友 不可以 我喜欢蓝色朋友 我们喜欢朋友了 太高了 那我选紫色朋友 不可以 我喜欢紫色朋友 小贝 我们是好朋友了 好耶 那我选绿色朋友 不可以小雪 我选绿色朋友 小妹 我们是好朋友了 为什么呀 就我自己没有彩虹朋友 小雪 我来当你的好朋友 真的吗 太好了 现在 大家都有自己的彩虹朋友了 明天我们再来评比 谁的彩虹朋友最厉害 肯定是我的紫色朋友最厉害 明明是我的蓝色朋友无敌 谁的彩虹朋友最厉害 还不一定呢 我们明天就知道了 我的紫色朋友最厉害 妈妈今天不在家 没有人给我做饭了 小贝 你想吃什么 我可以编出来任何你想吃的东西 哇塞 真的吗 我想吃红烧肉 糖醋鱼 还有排骨 没问题 紫色能量 这么多好吃的 紫色朋友 你真是太厉害了 怎么样 我的紫色朋友厉害吧 才不是呢 明明是我的绿色朋友更厉害 妈妈 你在哪儿 小弟弟 你怎么了 我找不到我的妈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 妈妈带我出来玩 我看到了好吃的 想让妈妈给我买 结果是太多了 我一转身 妈妈就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小弟弟 你先不要着急 我可以帮你 真的吗 绿色能量 太好了 我的妈妈出现了 小鲜 你怎么在这儿 妈妈找了你一天 超级死妈妈了 我的绿色朋友厉害吧 这 这算什么 我的蓝色朋友 老板 我要最新款的乐地模型 你有童话币吗 没有的话 不要打扰我做生意 要是 我有花不完的童话币就好了 小弟子 看我的 蓝色能量 这么多的金币 蓝色朋友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还是我的蓝色朋友 无敌厉害 小雪 你的红色朋友呢 我 小雪 不会是你的红色朋友 不想和你做朋友 才没有来的吧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快让开 快让开 哎呀 怎么有个小孩子 不好 糟糕 小朋友有威胁 蓝色能量 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来晚了 红色朋友 你没事吧 我没事的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谁的彩虹朋友厉害呢 快在评论区里 告诉我吧 变兵变将 大宝 你先来 真倒霉 大宝 快打开你的书包吧 老师 我书包里就这些了 卡牌 零食游戏机漫画 看我把你书包里的东西全丢掉 我的零食 我的游戏机 我的卡牌和帽子 怪不得你上课总是不听讲 太过分了 既然藏着这么多东西 这次 我可要好好检查你们的书包 下一个 小贝 老师我来了 你看 这些都是我书包里的东西 口红 小贝 谁让你上学戴口红的 丢银拉底筒 不要啊老师 还有镜子 小贝 上课是让你照镜子的吗 把你的镜子也丢点 老师 我要举报 小贝姐姐的口袋里 也藏着有东西 我没有 小贝 你藏了什么东西 快拿出来 我没有 老师 他不是胡说的 你别相信他 他不是呢 老师 我说的是真的 小贝 让我看看你的口袋 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不行 老师给你 我承认 我藏了一瓶指甲油 什么 好啊你小贝 今天放学不许回家 给我丢掉它 知道了 小贝 你是不是把我的口红拿走了 没有 妈妈你看我书包里没有口红 口红我给丢了 小贝上课戴口红 所以我就把口红丢了 老师不要说 什么 好啊你小贝 那可是我最爱的口红 你快去给我捡回来 塞这个垃圾桶里 找到了 幸好没有坏 眼镜老师 我要去王后家里举报你 什么呀 我又没错 还要举报我 真是 我接着检查书包 小贝 去叫小雪过来 知道了 老师 我打开书包了 你检查吧 书本子 文具和尺子 不错 小雪的书包很干净 那老师我走了 等一下 小雪 这个是什么 糟了 老师 这是 这是 好啊你小雪 刚刚是大宝拿卡牌 这次是你 你们想干什么 老师 对不起 我是拿了卡牌 可是我上课不会玩的 是大宝说今天要和我交换卡牌 所以我才拿来的 卡牌丢掉 你走吧 是 王后 你看 就是严静老师 他乱丢别人的东西 你快惩罚他 我这是在检查孩子们的书包 小贝妈 你不要乱说 可是严静老师 孩子们的东西你可以没收 但是不能私自丢掉 这样是不对的 快把孩子们的东西都捡回来吧 吃到了王后 真烦人 我还要一个一个捡回来 我以后再也不检查孩子们的书包了 我以后再也不检查孩子们的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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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再也不检查孩子们的书包